为什么老司机开车上路很少刮蹭 你小心翼翼的开车不是轮胎掉下钩 就是我们在转弯的时候 与旁边的张物发生刮蹭 很多的新手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不知道怎么去脱困 往前开或者是往后退 都非加深这个位置的一个损伤 那就比较尴尬 那么接下来视频就给大家分享 五个开车上路如何去判断 扯具的技巧 只要你提前懂得去了解的话 就会减少或者是避免很多类似的情况发生 首先第一 当我们开车进入洪流的路口时 只要看到前车保险杠下沿 或者是保险杠的这个位置时 那么就要立刻停车了 因为此时我们车头距离前方 大概是两米左右 这个距离是刚刚好的 就算前方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往左一把方向拐出去 也不自由把我们自己卡在这个位置 第二大家看一下 这种情况我想很多的朋友 在现实开车都遇到过 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 发生刮撑之后 还不知道该如何就得困 这种情况千万不能乱打方向 否则就会加深 那个车门的一个损伤 来现场演示操作给大家看 来我们现在就慢慢的往右打满方向 往后倒 大家看一下 我们整个右边车身 是不是很轻松的 就脱离了旁边的窗户了 对不对 第三 当我们遇到这种前进停车的时候 很多的朋友也盼得不准 我们车头前面窗户 或者是墙的这个距离 我们只需观察我们的这左护士金的下沿 当看到左护士金的下沿 与前面墙角重合时就可以停车了 此时我们车头距离墙面大概是30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 刚刚好 第四 如何去判断我们左右两边会议车时的安全距离 这里就有两个安全点分享给大家 你比如说此时右边的安全点也就是这个点 这个点的话 在我之前的视频上上都给大家测试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样延伸出去 看到对方车辆轮胎接近地面的那个位置 这样延伸出去 也就是我们右边车身 距离旁边车50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 但是这个安全点 大家一定要根据你的车型和坐姿去测试出来 大家可以找一个这样没有人的停车场去测试一下 你比如此时我们扫着这个轮胎 接近地面的这个位置开过去 那肯定都是非常安全的 同时当我们这个车接近了之后 还可以看对方车辆的这个大灯 只要这个大灯在这个挨住夹角重合 或者是说在这个挨住夹角越靠上方 两车之间的距离 那也就是越安全 对于左边会议车时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挨住这个夹角 但是这个安全点一定要根据你的车型和坐姿去测试出来 那么你下次开车 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 那么你都可以轻松的应对了 当我们遇到这种倒车停车时 我们持续观察我们左护视镜 看车前门的门把手 当这个门把手由后面来扎物 或者是墙角重合时 就可以停车了 来大家看一下 此时的话我们车尾距离这个墙面或者是扎物 大概也就是30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刚刚好 怎么样 这有以上几个判断车距以及开车的技巧 你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